第15届金马电影学院邀请以哈勇家赢得金马技嘉导演奖的陈杰瑶 以及指导纵协系列作品的廖士涵担任本届学院导师 入选的14位学员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完成短片 22号晚上主办单位举行放映季节夜市 参与人员到场一起欣赏这段时间的努力结晶 房间内一颗白色残涌随着呼吸频率起伏好像正在孵化 这是2023金马电影学院学生们的作品 画面一转来到山林西边 14位来自华语地区的编剧导演以及摄影学员 不分日夜如火如荼进行剧本讨论 勘景拍摄后制等工作 用将近一个月时间完成短片 22号晚间作品放映季节夜典礼也在台北盛大举行 A组的学员 学员们齐聚一堂从金马电影学院院长手中 开心接下节夜证书 在这个过程当然会有一些小小的波子 但是大家都应该允许多元差异 而且要寻找那种共识 这一次看起来结果也是蛮好的 因为他们都胆子很大 然后完全是大片的剧本 金马电影学院迈入第15个年头 学院院长和导师对金典学员的作品赞誉有加 没有任何疑问的一直要往前冲 然后更好的电影就是因为这样坚持创造出来 他们两个片子让我们感觉到 台湾新电影的那个力量好像看到 他们的结果今天看到我非常高兴 主办方秉持着促进华语创作者交流为目标 为电影产业培育新秀 相信学员们未来也能继续在这条路上发光发热 谢谢台北综合报导